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中美會談的最新情況 話說今次的中美會談 在被記者拍到的那一段開場白過程裡面 就已經是充滿著濃厚的火藥味 中美雙方互相數對方的不是 總之是針鋒相對 唇槍竊劍 而楊潔篪亦是再一次發揮戰狼外交官的本色 當著布林肯的面子 數足十幾分鐘 布林肯亦是不甘示弱的 在今次的中美會談裡面的不少細節 布林肯的安排 就是對於中國要心要肺 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布林肯的安排怎樣針對中國法呢 首先來說 他沒有安排到午餐和晚餐 當然他有一個冠冕堂皇的借口 就是疫情的問題 但是大家都知道 在去年6月舉行的逢洋會 一樣沒有廢爆到七彩 但是當時 蓬佩奧 沒有說不在夏威夷的 譚香山 現請楊潔篪 中美雙方的代表團 當時 也有份坐在一起吃飯 但是這次又不是了 你要吃自己 根據大陸的澎湃新聞報導 所說 中美高層戰略對話 第二場會議開始之前 外交部長王毅就問 午飯吃了沒有 楊潔篪主任就說 他吃了泡麵 泡麵就是方便麵 就是杯麵 哈哈哈 堂堂一個 楊潔篪主任要吃杯麵 布林肯的用意都相當明顯 就是擺明不給大陸 此外當中國代表團進入到阿拉斯加州的時候 就被安排要接受這個武肺病毒的檢測 換言之所有人 都沒有得到這個外交人員的豁免權 這個就是以牙還牙 因為大陸 要求美國駐華的外交官也要接受江熙子的檢測 當然 現在 布林肯又沒有做到這麽絕 就沒有要求楊潔篪和王毅要做這個江熙子的檢測 但是堂堂中共高級幹部要被迫接受強制檢測 不知是嘟鼻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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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他們就當然是覺得是相當之大的侮辱性的 難怪他們會說不滿 好了 還有一件事就是 在這次的會面當中 中美雙方互相斥責對方 說他們的發言是超時的 原先雙方就有一個共識 就說開場白說兩分鐘就夠了 但是有美國的記者做了一個統計 就發現得到 布林肯說話的時間就是2分27秒 白宮的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說話就2分17秒 超時就是10多20秒 其實都是可接受的範圍 但是楊潔篪大概說了多久呢 他在開場白說第1下的時候 就16分14秒 即是說三個字有多 王毅就說了4分09秒 當然這件事就令到 布林肯相當之詫異了 大佬你說話說了那麼久呢 說兩分鐘就超時了8倍 所以 布林肯也是臨場 出了一個絕招 本來那些記者在雙方的開場白說完之後就要離場了 但是 布林肯當楊潔篪語音降落那一刻 他就馬上打賊了 就叫那些記者 喂 扯慢 不要走字 請你們坐在這裡繼續採訪 其實在這一場的中美會談當中 開場白的階段就是接受媒體採訪的 中美雙方 就各安排了6名的記者進入會場 那好了 現在那些記者就聽到你這樣說當然是坐下了 好了 布林肯就跟楊潔篪和王毅說了 他說因為你們的發言加長了 所以請你容許我來補充一下 於是在往後的發言當中 布林肯就對於中方的發言 予以搏斥 當然啦 中方聽到你搏他 他又搏 終於在你來我往的情況下 就足足說了 一個小時有多才停 開場白說了那麼久 布林肯懂得叫那些記者留下觀戰 楊潔篪也不是愚蠢的 到他說的時候 他又叫那些記者 請慢留下 繼續聽他來發言 所以 今次這個中美會談 那個開場白的記錄就相當完整 大陸的媒體在記錄楊潔篪發言方面 就是懼勢無謂 也可以反映得出 楊潔篪真是戰狼外交官上身 擺出了一副戰鬥格 我們又可以做一個比較 在去年6月的馮洋會 以及 今時今日所舉行的這個 報洋會 到底有什麼的重大分別 分別就是在於楊潔篪和中方代表團對美國的態度 就算在去年 中美關係鬧得相當不愉快 很緊張也好 但是楊潔篪去到夏威夷見蓬佩奧的時候 他也沒有說說話好像今次那些那麼激烈的 他今次完全沒有保留任何餘地 是連豬炮發狂吹的 至少在記者記錄得到的那段時間裡 那個開場白就是 不斷吹不斷吹不斷吹 你就看到其實 上一次就不看爭面 看罰面 蓬佩奧第一他壓得住場 第二 就算大陸不給蓬佩奧也好 他也要給蓬佩奧背後的特朗普總統 因為 特朗普 他出了一件事 他不依張法來出牌 就算連胡錫進自己都承認 大陸方面是認為特朗普的政策是充滿著 不可預測性和不確定性 根本上都不知道你將會做什麼 當然大陸就會比較劣 因為他不知道你搞什麼 但是民主黨就已經是一個長期的老對手 他洗來洗去的招數也是差不多 他也走不出那個框架 所以 再加上拜登本身就是相當軟弱 你現在就變得到 在這次的中美會談當中 楊潔篪就完全好像是沒有面子給 他就狂吹了 當然布林肯也不給面子 但是你就看得到 楊潔篪在兩次的會面當中 所抱持的態度是有根本性的分別的 雖然 楊潔篪其實都是不妥這個蓬佩奧 不妥特朗普 但是他起碼沒有說過出口 他起碼在那個會談當中 就算是各說各的話 各吹各的調 他都沒有好像今次說的那些東西 那麼辛辣 他就說非裔美國人是遭到屠殺 美國人權已經降到新低點 相信他在說的這件事就是 Black Lives Matter的源頭 就是說那個黑人遭到一名白人警察跪頸 那件事 他就拿出來說事 就說美國人權降到新低點 如果現在還是由特朗普總統在位的時候 楊潔篪出席中美會談 他夠不夠膽說同一番的話呢 我就真的 很有質疑了 因為特朗普是不按張法出牌的 如果在中美會談當中 楊潔篪說這番的話 特朗普是不知道會做什麼的 但是 由於現在在位的是拜登 就算布林肯在不少的細節上 他事實上就是有對於中國作出針對 但是由於他背後的老闆就是拜登 你拜登到底 是對華的態度怎麼樣呢 他就是採取一種又傾又債的策略 所以楊潔篪不卸你 所以就出現了現在這一種針鋒相對的情況 甚至乎王毅 當布林肯發言的時候 他還相當囂張 看一看手錶 時意告訴他 你說了很久了 有多少不耐煩 這樣表達出來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在2020年1月的時候 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達成的時候 中國副總理劉鶴 去到白宮 出席簽名典禮的時候 特朗普總統 在現場 說了一個多小時 去表揚那些白宮顧問 逐個來報獎 說他 當時 劉鶴都要被迫陪企 特朗普說多久 他就要被迫陪他站多久 所以大家就會看到 換了總統 因為拜登軟弱 所以大陸 又可以得寸進尺 這是事實 話說回來 中美會談 就算雙方罵到幾僵都好 其實 都是流於打嘴炮 因為說到最後 其實究竟哪一個國家比較強大 其實都是要還原基本步 去檢視一下 哪個的 經濟實力強大 哪個的軍事實力強大 而不是說哪一個 可以爭取得贏人 爭取得贏人 也沒用 是不是 你不是諸葛亮罵死黃朗 或者不是說大家入高三袖 在會場上 隻臭 所以 中美會談到最後 難免 是流於各自表述 所以為什麼昨天 華爾街日報說 中方打算 在中美會談當中 提出什麼要求 我早就說 中方不會提出這些要求 就算他很想提出也好 他明知道這次的會談 是沒結果的 今天就已經證實得到我的說法是正確 現在就是流於各自來講話 好了 而且我們又可以看一下環球時報老總胡錫進 在面對現在這個情況 他還揚揚得意 他是自嗨當中的 他怎麼說呢 他說阿拉斯加的中美對話 很可能將會載入史冊 美國在會談之前 釋出了一系列的惡劣言行 在對話的開場白當中有頗為強硬 試圖先聲奪人 這種失禮 是美方長期霸道請強的縮影 這次是中美兩個大國前所未有的公開面對面交鋒 極具象徵意義 他就告訴美國人 他們不需要再假裝可以對中國指手畫腳 那個年代早就已經結束 他們必須要以平等相互尊重的方式 跟中國打交道 中國仍然希望跟美國保持正常關係 開展互利合作 但是敢於鬥爭 合作才是有可能 這次會談 就幫到美國和他的盟友 重新認識強大 自尊 願意與人為善 亦都不具奉陪對抗的現代中國 胡錫進所說的 全部都是火上加油的 他就怕燒得不夠猛 還在撥火 實際上來說 大陸就是 表達出一種 我也想合作的 但是敢於鬥爭才有機會合作 即是又傾又債 基本上拜登其實都是這樣的 拜登就說中國是一個 戰略競爭者 如何如何 但是他仍然願意跟中國 展開這個經貿合作 只不過在其他方面 要對於中國作出制衡 而今次的中美會談 本來就是一個很好的契機 令到中美雙方能夠重新 坐在一起 展開一場對話 哪怕它是沒有意義的 但是 現在雙方鬧得那麼僵 那麼不愉快 各自來互吐的時候 到底會不會影響 還有 在後續 中美將來展開會談 或者是對話的 可能性 我認為那個機會就相當大的 因為反而今次的中美會談 令到中美關係更加搞和了 當然我也有留意到 就是蓬佩奧 周時在Twitter上 對於 布林肯 現在所做的事 是表示肯定 甚至乎是讚賞 但是我認為 蓬佩奧這樣說 無非就是 流於 叫做門面功夫 就叫做 虛招 他不是 出自真心 去讚他 反而你也說 他作為一個 前任的 國務卿 他去 去讚布林肯的時候 其實就是要夾緊布林肯 因為現在布林肯對華的態度 明顯地就是比拜登更加強硬的 所以 蓬佩奧現在所謂稱讚布林肯 無非就是要使得 布林肯 退不下來 如果布林肯將來 稍微對華的態度 軟弱一點 蓬佩奧一定就是會開行馬力 去射布林肯 這是必然的 所以 其實 蓬佩奧就不是真心認同 布林肯所做的事 只不過就是要夾著他 而已 所以 我不覺得布林肯 有什麼值得吹捧 畢竟 布林肯就是布林肯 但是布林肯背後 還有一個拜登 拜登就是軟弱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